好 我们说现在美国一个头两个大 因为两场战争它都很难抽身 所以会让执政的拜登政府真的是很为难 然后美国想要对抗中国大陆 但是你制造业又不行 我们来看看最近让拜登很头疼的就是 因为乌克兰出其不意去攻入俄罗斯 BBC说让拜登进退两难 因为拜登是希望基辅在 没有冒着美国跟莫斯科关系 升级的风险的状态之下 去击退俄罗斯 但是你这样一进去之后 其实就会让美国也被捡进去 所以普丁总统也是希望把这样的战争 描述为俄罗斯跟西方之间的战争 所以这会让拜登政府有点左右为难吗 BBC的说法 另外来看到说到了外交之外 战争之外还有中国制造 川普最近跟马斯克进行了一个对台 结果有两件事情都在跟中国大陆制造有关 第一个是他用的行动电源充电宝 这个被说是中国大陆的卖得不错 然后另外呢这个品牌的股价也上涨 结果另外一个他也说 点赞中国大陆的高铁技术 其实从奥巴马到拜登呢 都开始说中国大陆的高铁 但美国就是造不出高铁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乌克兰他攻入俄罗斯在这一方面 我认为他这个策略并不好 为什么 因为你在长驱直入孤军深入 没有很完整的后勤 没有完整后勤 你怎么后续的发挥战力 而且那个地方整个是平原地带 易攻难守 你攻进去之后你可不可以守得住 而且是在二进 你这样子的话对乌克兰的军队来看的话 会造成后面致命的错误 第三个乌克兰没有空忧 在没有空忧的状况之下 俄罗斯的武装直升机 俄罗斯的苏凯战机 可以对这些地面部队做扫荡 这样的话对乌克兰这个部队也非常的不好 那这样的话那你是不是要 能不能确保后面还有一个 确保补及线的安全也是问题 因为在二进 补及线会很麻烦 会很难 那等到他的作战吸行量 包含他的弹药 包含他的凉末 到达一定程度的状况之下 他不撤退绝对不行 不撤退就是投降 不撤退就是被拳牵 殲灭了会不会这样 那怎么办 所以他认为这个不是个好奇 而且深入二进 普廷一定会非常重视 会派大军把他做包围做殲灭 所以哲伦斯基在这一方面的战略的失误 我认为这是一个 致命的 这个失算 对 而且乌克兰目前缺的是兵 兵源 兵源的话每一个兵的很宝贵 你把这个几千人放在那个地方 是不是就能孤注一指 把所有的兵子都放出 所有的鸡蛋都放出去了 那这样会不会很容易就被俄罗斯消灭 那你其他的点 你包含这四个州 卢干斯克 顿内斯克 还有我们叫扎波罗热跟赫尔松州 你这方面的话 是不是兵力就相对单薄 那这样往乌克兰 哪怕那个别尔江斯克那个区块 那个造成它的战损之外 你后续也会造成非常大的战略负担 或者战略的包袱 你要看泽尔松州怎么样去化解 去解决 这都是问题 另外我们来看的就是中国大陆 这个大力发展高铁 你看美国 我们知道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高铁 美国当然空中运输很方便 飞机飞来飞去各个机场都可以飞 这是美国的国力的强大另外一个方式 但是不要忘了 将来的这个高铁 因为载运量是越来比飞机要大 安全性比飞机要来的高 另外一个这个经济价值也比较大 毕竟在空中飞耗油成本大 那你现在地面的高铁 而且高铁速度需求越来越快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拿台湾来看好了 因为高铁出来之后 那个左营的 那个打关灯了 台南的飞台北的 这个北南航线关灯 北高航线关灯 都是要关灯的 为什么 因为绝对没有办法 比不过高铁 那现在中国大陆的高铁四万四千公里 是算全世界最大的高铁国家 那这样的话 美国在这方面是不是吃味了 而且这方面的经济的效益 效益会越来越大 为什么 大家都有权做高铁了 三十年前大家可能对高铁 可能还是个高价负担 现在每天都付得起了 又不一样了 然后是不是观光最近几年 中国大陆蓬勃发展了 各国观光客是不是都出来了 免签的优惠 是不是都吸引他们过来了 所以看看 将来可能中国大陆 在三年五年后 可能变成观光大国 大家都去那边看各种的 这些风景民生 为什么 因为交通便利了 而且廉价了 是这样 所以中国大陆有这个基础建设 中国制造 你美国真的有些地方比不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 制造一个东西 一进去之后就会速度很快 现在中国大陆 被说歼20数量超过300架 大概每三天 就会完成一架的规模 Military Watch也提到了说 歼20在2022年的时候 2023年的时候已经超过F22 然后生产一年大概是120架次以上 所以已经来到300架 已经遥遥领先F22 但是美国现在你这个壮胆吗 美国前海军的作战专家威克兰 他说美国制造的四代战机 就可以打败歼20 天哪有这么神吗 他说这个歼20 当然也可以击落任何四代机 那这不是废话吗 然后他说歼20的隐身雷达 不如F22 真的吗 F22是多久以前做的 中文大陆的隐身雷达 淡化家 人家看得比你远 隐身系人家图层也不差 他说不如F22 真的吗 然后他又提到日本 F15JD 比歼20有更好的雷达 所以我们可以在很远的地方 就看到了对手 然后还说我们有更好的 电子干扰的问题 然后呢 但是中文大陆电站很强 最近我们知道 不是说电站 中文大陆已经跟美国 已经是差不多了 另外呢 歼20他又说什么 因为没有设计尾部的隐身系 所以四代机可以钻到 歼20的后面 利用它引擎的喷嘴 那急打它 但是你能钻到它后面吗 你以为歼20有这么好 容易就让你钻到后面吗 另外他还说 为什么大陆自己的雷达 不能跟美国比呢 因为它不具备制造 高性能半导体的技术 我认为要这样子 因为中国大陆的战机的发展 它是采取质量并进 有质 然后也有数量 两个双管齐下 他没有说只中质 不中量 他也没有说 只中量不中质 他也没有说 先求量再求质 也没有这么讲 他就讲了质量并进 那在这方面 我想它有一定相对的优势 每一个都有相对优势 中国大陆的优势 可能它推力的优势 速度的优势 还有载重的优势等等 那美国有 可能美国也有局部优势 不可能全部优势 不可能每个都赢吧 只不过有全优 因为你当你重量增加的时候 可能你就相对比较笨重 因为你重了嘛 是这个样 所以大家都看 然后我们把它通列出来 看谁会优势 大概我判断了 大家大概一半一半 你有你的墙 我有我的墙 对 那还要搭配地面雷达的管制 还有跟卫星的勾连 还有个电站的能力等等 这都变成一个中和 我们中和完毕之后 拼比完毕之后 才知道谁右谁右 我认为没有一方会站在 一个绝对的优势 我认为不会有 而且中国大陆的这个 歼20已经换涡散失误 对 推力很强 心脏 心脏整个变强了 又不一样 那推力强了之后 整个飞机安全系数增加 对 那它如果是 美国F-22 毕竟它的数量劣势 它只做了170多家 对 摔掉 那中国大陆的歼20 一直在增加数量 那你就知道 它是停滞的 它没有再增加了 也停产 因为它的作业维持费太高了 这是所有的 全世界的所有的战斗机 全世界的维持费最高 F-22 那中国大陆还在生产 对 那这样一笔 变成量的优势出来了 量就出来了 量在这个地方 而且量就出来了 它又在根换发动机 而且你看我们也知道 它会各种型别再会出来 因为它里面的 这个要换 这个要换 对 所以将来 它是停滞 它在增加 为什么我刚刚讲到 换涡散失误就是一个 那所以我们来 整个来看的话 将来的时候 F-22在停滞的状况之下 可能在 现在量就先输了 对 然后技术上可能也会 中国大陆在这方面 也可能会超越 对 那我再想问一下将军 因为呢 它不是用F-22跟中国大陆比 它说的是四代机 说日本的F-15就能够赢歼20 这是一个问题 四代机能够打败歼20吗 刚刚将军说 在自己家门口 F-22都不是较量对手了 因为有地缘的优势 再来呢 网络上流传 美国的情资大外泄 无人机 F-15 AIM-120 这些通通 那个参数都被知道了 然后呢 大家最紧张的就是呢 这个F-35 因为F-35这些相关资料说 百分百 确认是真实的 还涉及说有857项的技术缺陷 讲几个 有7个是致命的 第一个超音速巡航状态下 可能发生隐形的涂层损坏 极端飞行架下呢 会造成它操作不稳定 低温操作下呢 会电池容易故障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它的F-15街 街就是 小平衡就是日本嘛 或者F-15E跟F这是新型的 对 那现在还在做 它这是第四代 我认为它可能在隐形上面 因为它不具逆中能力 对 可能在隐形上面F-20就 先发现 对 这个歼20就先发现了 就先看到F-15了 F-15可能还没看到歼20 对啊 会变成这个状况 因为 因为这个不同档次 对 那可能它的雷达是 当然大家都 现在大家都像位阵类雷达 然后看电子战 电子战我判断了 中国大陆可能从俄罗斯那边 因为俄乌战争 对 拿到了一些电子参数 所以你看呢 为什么有的时候 这个俄乌战争 这个乌克兰的空军 还有乌克兰的这些火箭 打偏打歪 可能就被 因为已经被俄罗斯所掌握 所以俄罗斯这方面的损失 相对较轻 那这些电子参数 它有没有分享给中国大陆 这是个绝对机能 那如果有分享的话 那美国的短板杯 中国大陆抓到 那这个F-35 现在那个参数都被指导 那F-35它就知道的话 那有些就针对 这个F-35的参数来做设计 来做 换句话说 中国大陆的霹雳腰洞 霹雳2 霹雳腰5 甚至将来的霹雳2腰 是不是也把这些 相关的资料先建进去 是 就可以我们叫抗干扰 OK 就是电子反反制 你反制我 我反反制回去 我一样打到你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电子站是软杀 你看不到 但是问题是把你 它把你带偏 结果我们讲到 你那个卫星的GPS 或者中国大陆的北斗 它可以帮你调 你知道 它整个按照这个技术 我给你偏移10公里 你打这个目标 就是偏移到那个地方去 那给你偏移10公里 这就是电子站之一 所以中国大陆电站 其实现在也追起来 那更别说很多领域 它制造能力真的比较强 比如说来看到中国大陆 现在也让美国 吓到吃手熟吗 来看到卫星捕捉到 中国大陆西北大漠 拍摄到这个庞然大物 2013年就有发现了 当时长度只有350米 宽137米 最新照片又增加了长度 增加了90公尺 说可以停放了 厘米兹级的航母 把航母都可以停放出去 然后其实美媒猜测 可能是在研究一种 代号叫天恒号的超级飞艇 例如传统的水滴的一个 设计的一个状态 这个可能我讲的 特大型的 飞艇 这空中的飞艇 飞船 就类似这个样 那这样的话可以 它可以流空时间非常久 你要看你要待多久 你要待一个月 还待两个月 对 因为它一直停在上面 它这样的话 不用动力 因为它是靠 里面充气就浮起来了 那这样的话 它可以做 这个长时间的 整个广域的侦查 下面如果装的是一个 我们讲大型的 这个相位侦内雷达或什么 那看得很远的 因为它高 居高临下 整个俯瞰完毕 然后不用任何动力 可能它里面的电力用太阳能 然后它不用动力 因为它是浮在空中的 是这个样 那这样的话 它这个 这个使用军事价值就增加了 而且它非常大 因为你看它 这个360公尺 航空母舰这会是350 它是360了 然后它宽度 一般航空母舰来看的话 大概80公尺的宽度 那它的宽度已经到达90公尺 不是 比航空母舰要达 它现在是 长度加90公尺 是350加90 是440 我讲说 它的宽度是137 我们来讲到 航空母舰的宽度只有80 它的宽度已经到达137 是这样 那长度增加是增加的 它350增加到 你如果加到90 就是440 是这样 那它还胖 所以它是非常大的 然后它这个要放在里面 它是要这样 因为你如果放在外面的话 你别人看到了 那放在里面的话 它可能上面是抗炸 你打到在里面好端端的 不是入天 不是入庭 所以中国大陆你看 这个制造这个飞庭 美国也紧张了 因为这个会有侦查 滞空的时间很长 还有来看到 055逼来了 这是中国大陆军媒 军舰知识引用谁呢 说下一代驱逐舰的设计方案来了 它围绕着055B的设计 这西宫大 他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做法 说055B要怎么设计呢 长度200公尺宽25米 排水量2万吨超级巨舰 要放哪些武器 包括电磁炮 雷射武器 水下潜航器 还有无人机等等的 我想问一下将军怎么看 我认为有点像小型的那种 武器母舰 为什么它非常多元 有电磁炮 有雷射的 还有水下潜航器 也有无人机也可以放出来 换句话说变成一个 超级战舰 为什么 有水上 水上这个 有空中 空中是无人机 有水下 水下它有水下的 潜航的这些装备 你看它变成立体 那通通在一起 那它变成一个 移动的 我们叫火力库 包含空中水面 水下的移动的火力库 将近两万公顿 那你就知道它非常大型的 那这样的话 它整个的防御是非常强的 那刚才讲到那个飞艇 现在来看的话 它做飞弹预讯最好 从哪边过来 我在空中一览无语 居高零下 第二个做中计 你所有的这些通讯 也要跟卫星做中计的话 卫星稍微高了 信号稍微弱了 我就在这个大气层 对流层 平流层上面 中间 刚好 你中计 你给我 A给我 我再传给B 因为A跟B太远了 而且有地藏 但是你A给我 我给B 完全没有任何的障碍 而且因为它是在 我们讲的大气层内 不在太空 信号特别强 是这个样 它有这些 这些军事上的价值 对 所以在发展这些 都是有一个 未来作战想定的时候 会怎么来用 所以055B 刚刚将军说一个是 移动的武器库 还说是什么呢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作战的平台 另外来看到是 055B也被说 它兼具防空 反舰 反潜 跟侦查 多功能 比起原本的传统055 其实有 它本来是1.2垂发 垂发增加到144个 其实055最近呢 也引发大家讨论 也就是我们之前也就说了 055上面去发射 殷疾21嘛 不过呢 8月7号的时候 人民海军告诉你说 再次展示 055呢 去发射殷疾21 而且到现在没有删除 代表说 殷疾21早就不够先进了啦 早就可以展示了 代表它也形成战斗力了 它很厉害 因为呢 它最后末端 末端的速度 10马赫以上 全程是6马赫 所以呢 它其实拦不住 不是容易拦 因为它速度太快了 它到达6倍音速以上 都是高超音速 然后它的这个 我们叫作战半径 将近1500公里 所以是长程 高超音速 反舰飞弹 要这样 非常难解 如果大概受到 一受到 饱和攻击对对方的话 那对方可能招架不住 因为根本 雷达要去追踪它 追踪 然后锁定 然后去把它做拦截 这困难度非常的高 那我们现在看了 它这个刚才讲到的 这055B 它有这个 镭射武器 那镭射武器的话 一般来讲 如果我们讲到季节来看的话 在夏天是非常好用 那为什么沙特 我们讲到这个 沙特要买呢 因为沙特在中东 中东是万里无云 因为镭射武器怕三个 第一个怕下雨 以下云 第二个怕霾 霾就是你看到PM2.5 它怕 因为它会衰减很快 第三个当然是怕雾跟下雨 那这个中东没有雾 中东不太下雨 一年下雨没有两三天 然后中东是空气也很好 它虽然产石油 但那个地方奇怪 空气也蛮干净 那这个最适合雷射 那雷射的话 刚好卖到沙特 或者卖到 我们所讲的埃及 这是北非那个埃及 这个有很大的市场 为什么 因为雷射武器是非常廉价 它是这个光速 使用前本说一次才6美元 对 因为它就是吃电而已 我们讲就是电 它电激光一出去 它是一直聚焦 它不散焦 它一直聚焦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又廉价又便宜又有效 而且天气又棒 大家都说我便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 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磨员 Bod